《圣经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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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观众,大家好! 我是圣博明的神学院的念师病神父。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这段福音。 《圣经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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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到设下来,你只要说一句话,我的仆人就会好的。 大家都应该听过这句话,而且应该说过这句话。 因为我们每次进入弥撒的时候就会说, 主,我当不及,你到我心里来。 只要你说一句话,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 礼仪当中的这句话,就是重复福音的这句话。 在这段福音,分上部分。 一个就是耶稣跟拜父长的对话。 拜父长是一个罗马人, 可是他听到耶稣是一个殿主的人。 耶稣也会治疗病人。 所以就去请他治愈他的仆人的病。 所以他说,我的仆人,他患了躺在家里,疼痛难忍。 所以这个拜父长也是相信耶稣会做这个事。 而且他也是很信任耶稣。 因为他说,不需要到我家里来。 我当不及,我是一个外伴人。 但是你可以说一句话,我知道我的仆人就会好了。 所以耶稣赞美这个外伴人的信仰。 耶稣很背负他,所以他就跟其他人说, 我在以色列当中找不到那么大的信仰。 所以耶稣也是承认,把这个基基治愈补人的病。 这个基基是拜父长信仰的一个结果。 是因为这个人那么相信天主, 所以天主就辅定他的要求。 所以耶稣自己承认。 所以他跟他说,你回家了, 而按照你说的去做。 第二部分,福音的第二部分是另外一个基基。 是耶稣治愈伯多禄的岳母。 他本来也是在床上躺着,因为有发烧了。 所以耶稣叫他起来,握他的手, 然后叫他起来。 然后他起来了,而开始很快乐为他们服务。 在这里,在耶稣这个动作,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复活的希望,复活的奥秘。 我们有一天也会这样地听到耶稣跟我们讲起来吧。 这是我们的希望,复活的希望。 第三部分,福音也包括耶稣做别的基基。 他是帮很多人聚,帮很多人聚谋。 还有也是治愈很多病人。 所以福音说最后一句话,是说以赛亿亚先知书。 他说他赴我们的胆子。 他治疗我们的病。 其实以赛亿亚先知不讲病,以赛亿亚先知讲罪。 可是马多福音是用以赛亿亚先知的预言, 描述耶稣刚才所做的这些基基。 他是真正地赴我们的胆子, 也是真正地治疗我们的病。 所以可以看到耶稣的这些基基是一个好消息。 这些基基都是为了证明天主的果已经来到了。 意思是说,有病人回复健康是因为罪被赦免。 我们知道,为了得救,一个条件是克服罪恶。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些罪恶,很难得救。 所以,治疗一个病人跟赦免人的罪是同样的一个行动。 两个都是表示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天主的果, 带给我们天主的福乐, 给了我们永生的证诺。 阿们。 阿们。 阿们。